余敏红在她的自传里说 在上大学的时候 自己特别喜欢写诗 写了足足六百多首情诗 却没有一个为她清新的姑娘 在她的大学期间就成了爱情绝缘体 就连班里长相最普通的女生 都拒绝了她的情书 为此这余敏红是备受打击 有一次她返校坐火车 遇见了一个气质清秀的女生 主动找她帮忙抬行李 余敏红是二话不说 就帮姑娘把几大包行李给抬了上去 一来二去两人一聊 没想到他们居然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 所以这一路上两个人都相谈甚欢 少年余敏红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浓浓的荷尔蒙 让她的心是小路乱窜 她觉得爱情来了 可惜下了火车之后 羞涩的她并没有留姑娘的联系方式 从那之后她就朝思暮想 夜不能寐 没过多久 余敏红就在校园里 再次偶遇这个火车上的姑娘 而她身旁还牵着一个长相帅气的男生 两个人一起散步 看起来非常亲密 余敏红就有点懵啊 耿直着她就直接去问女生 这男生是谁 对方说是自己的男朋友啊 余敏红突然就感觉被戏弄了 很难过啊 她想不通既然你有男朋友 为什么还对我那么热情 还让我帮着你去扛行李啊 那姑娘也挺实诚的回答了她的困惑 她说男朋友太累了 想让她休息一下 看你很善良就请你帮忙了 真是谢谢你了 听着这句话的余敏红才知道 自己啊就是个笑话 平静过后就断了谈恋爱的念头 彻底就把心思铺在了学习上 有一次在校园里啊 看到一个老外 她就上去热情地打招呼说 你好 能不能请你考考我的英语单词 老外愣住了 那两个人尴尬的时候 余敏红突然听到一个爽朗的笑声 一回头 她就看到一个面若桃花的姑娘 那姑娘抿着嘴笑道 不用找她了 不如我来考考你 余敏红期待已久的爱情 就这样以意外的姿势来了 后来这个笑如银灵的姑娘 就成了她的妻子 余敏红后来说 她说自己在北大 最大的收获有两个 一个就是贤惠温柔的妻子 还有一个能成大事的法则 法则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当人看 凡事要多想别人 对她ров下来猜温不论 必须是什么 明天中心 也很预逝 挺不论的 我就开中心